王力宏从最初的优质偶像到如今的创作材质 不仅给歌迷带来富有创意的音乐 而且还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音乐天空 不过婚前的王力宏自出道以来 网上一直流传他的现象谣言 还传出所谓的激情闯照 面对网上的种种舆论攻击 当时的王力宏对此则是默默忍受 并没有立正清白 2013年11月27日 王力宏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李亮雷登记结婚 如今也是两个女儿的爸爸 身为父亲的王力宏也将之前的谣言不攻自破 不过日前王力宏做客访刊节目的时候 首次公开回应了当年的同性面传闻 王力宏表示多多少少还会有影响 你会不会觉得不舒服 很想要还她一个工作 但是后来想想就算解释了又有什么用呢 王力宏还透露 当时不仅媒体误会我 网友误会我 连家人都在误会我 我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 所以选择了坐以待毙 前段时间王力宏录制节目时 又遇到疯狂女粉丝 这位粉丝再次破口大妈王力宏 是男人吗你 吓得王力宏小声低吾 是男人 事后王力宏无奈回应解释 曾经给他家人打电话尝试沟通 但家人说管不了便挂掉了电话 有了家庭之后的王力宏面对负面传闻 再也不会选择忍气推升 而是正面反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